海东长平江八仙洞一间 靠近海岸专门接入客团的餐厅 上午受到强浪的袭击 杀死别推上餐厅外 员工忙着清除 东海岸出现4到6公尺高的巨浪 海巡熟岸行八二大队 一级县府公告 在靠近岸记的邮居区 与危险地区 拉齐管制线 进行确理动作 防范游客及民众靠近观浪 避免发生危险 今天早上开始 针对沿岸的风景区域 或是民众依靠近岸记的地方 来实施这个 禁建制区域的海岸线 及这个港口部分的人车 管制 就目前我们全线 这个勤务的回报 是目前状况都还良好 也没有发现一些违规 或者是危险的形势 苏迪勒台风渐渐逼近台湾 气象及预估 台风中心会从花冬登陆 威力不可忽视 坐在东海岸换点封冰 其台东产兵的主人 要特别注意安全 做好防台准备 接着发布了 台东产兵采访报导